一早八點半 台南市安南區安富里活動中心 投票所內 一名年約八十歲 江系男子被警方攔下 原來他在投票時 攜帶手機入內還當場接聽 明顯違反規定 無獨有偶 西北樹林也有民眾攜帶手機 進入投票所拍攝空白選票 如果攜帶沒有關閉電源的手機 可儲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還 二零二四總統立委大選登場 全臺總動員 男女老少外出投票 一早各地陸續發生投票違規案件 台北市中正區多間學校投票所圍牆外 竟然出現立委候選人宣傳啟致 選屋中心發現後迅速拆除 高雄則是有一名李系女子 帶著未滿六歲女兒前往鳳山投票 經選屋人員同意後一起入內投票 但女兒好奇想搶奪選票出手拉扯 卻造成選票回損 政短票不勝招司會 經請示高雄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及鳳山區選檢委員會後 那將該母親局幼童帶反鎖 製作筆錄釐清室友 桃園巴德還有發聲民眾在現場比出特定總統候選人的號次 也涉及違反規定 投票所疑似違規事件層出不窮 不僅浪費神聖一票 還可能面臨乏環 投票過程還是得要當心才能避免觸法 靖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靖好新聞